雖然我們剛剛這樣子也不錯 就是直接就把他的訊息就顯在螢幕上 但是我們要考慮到什麼 如果他四張順便朗讀出來是比較好一點 對不對 就是你按了之後我還順便把它唸出來 那Webduno這一塊他就有做到喔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左手邊這裡 這個部分模擬器沒有 就是你要在體驗板或是雲端平台才用 你看我左手邊在進階功能裡面 有沒有發現有個叫語音朗讀 跟行動裝置的部分都是這邊才有 點一下 那他裡面有這些積木 有這些積木 我們就先把因為你要朗讀什麼文字 我們就用第一個 第一個我把它抓出來 好我把它抓出來這邊 也就是說呢 我希望他待會除了幫我螢幕上做出來 也希望能夠幫我唸出這個文字出來 那至於說你要他怎麼唸 我們就可以來設定他的參數 你看左手邊 進階功能 語音朗讀 有沒有下面這裡有個語音朗讀參數 你把它丟出來 這個其實就是誰 Google小姐這樣可以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先用正常的 先用正常的 正常的 好那一樣的我就偷懶一下 反正積木可以複製嘛 所以我就點到他 Ctrl加C Ctrl加V 放下來 開燈 好 貼下來 關燈 這樣OK OK 那我們先聽看看正常的 這個呢 用 掃聲的 這個 用尖銳的 好 OK了 現在呢 我們就 馬上來試一下囉 你就不用看我燈號了嘛 我們就直接按 狀態接換 這樣有比較貼心 對不對 2 開燈 手掃聲 萬分 這樣可以嗎 對不對 好 所以你這樣子就可以跟我們的Google的服務又結合起來 當然你要語音聲控也可以啦 只是我們現在 各位沒有 沒有麥克風嘛 但是你不要忘記了 你們有一個地方有麥克風 叫做手機 所以等一下我們試看看 來 各位先 試看看喔 在左手邊你找一下 語音啦 我們在左手邊 進階功能裡面 好 這裡就有 語音的 落讀 去做蜂子 按對 來 按對 感谢观看